今天某某風運動製作團隊 來到台中和平區自由國小 聽說棒球隊的小朋友 不只會打棒球 唱歌也超級好聽喔 換上傳統服裝 唱起泰雅族傳統歌謠 多才多藝的小球員動靜皆宜 傳統射箭也是略懂略懂喔 難得來到這邊 主持人艾成要和三刀流的球員們 來場射箭大賽 猜猜看誰會贏呢 完全沒有意外 小朋友帥氣獲勝啦 自由國小的學生 幾乎都是當地部落的孩子 校園裡也隨處可見 泰雅族傳統圖騰和布置 另有本校和分校 去年剛好迎接創校一百週年 棒球隊是學校近十年來的一大特色 自由國小棒球隊 好玩 圍圈喊聲團結一心 雖然只能在鋪了紅土的操場上練習 但小球員們還是拿出飽滿精神投入練球 球隊一方面努力尋求各界資源 想辦法擴充硬體設備 一方面盡力提供選手們生活上的支援 希望能吸引更多好手 加入自由燒棒隊的行列 在101年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就成立 那當時他主要會成立是因為我們 除了家長的需求 或是他們有興趣 還有校內有一群支持的老師 那當時其實成立的時候 主任就剛好是我們現任的校長 籃級戰籃校長 就是棒球隊平均人數都維持在20到15個 聽起來很像 很基本正常的一個球隊的人數 不好意思 這幾乎是我們全校的人數 像今年就是我們現在球員人數大概15位嘛 那他也是我們全校就是30位 所以我們有一半就是棒球隊的學生 我們會參賽一些女孩子 之前的教練帶過的學生 裡面有某一屆女孩子數量比較多 然後他們現在女孩子也都有發展 我們都往壘球方面走 都還不錯有非常主量的國手 對 然後男生也有一個國手 迷你溫馨的球員陣容當中 最小的才二年級 其中甚至有四個女生 還有好幾對兄弟姐妹黨 小小年紀的她們 對於未來已經很有想法囉 我是自由國小六年級生 林樂 你手哪裡 很多 除了捕手跟一壘都有 這是不是工具人 是史上全能的人 最喜歡誰 王威晨 他跟我一樣是隊長 我喜歡他的領導能力 跟隊員沒有差很多 就是打棒球 然後聽從教練的姿勢 他們不會不理你嗎 他們應該是不會啦 他們不聽話的時候你怎麼辦 就是警告一下 然後再不聽教練事後 我叫張詠生 你最喜歡的棒球 職棒球員是誰 林智勝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高悠欣 一開始是練體能嘛 健康嘛 然後後面就打就 因為打人就很喜歡 哥哥跟姊姊 只有一個姊姊沒打 其他都打了 有沒有什麼夢想 就是去北部那邊打女子棒球 我叫朱豪宗 看到哥哥和姊姊他們的動作很帥 那你什麼偶像 李正常 李正常 那你的夢想是什麼 加入美國打 跟李正常一樣 對 國內許多少棒賽事 像是許申名杯 關懷杯 侏羅山杯 還有國小棒球聯賽 阮士組等等 都可以看到自由國小的身影 教練和老師也希望小球員們 能從小學會為自己負責 就是你如果作業不寫 上課不認真 我就不會讓你去比賽 甚至可能說 因為我們有宿舍 你真的不寫作業 你回家還是不會寫 我就能跟你講 你回家還是不會寫 那我就會把你拉到宿舍來寫 寫完我就累一點 我再送你回來 就把小朋友 當作自己的孩子在看了 所以他們家長 有什麼樣的問題都會 第一時間都會跟我講 然後小朋友在家裡 怎麼了 怎麼了 那我就可能就會 就會再出來 然後去家裡 加房這樣 隨便我乖了 我再回去 乖 我一比較希望的就是 他們不要放棄 因為畢竟我們就是 給他們一個念想 給他們一個機會說 有這件事情 那你可以為這件事情努力 國小真的就是 我是覺得好玩很重要 但對他們來講 他們會覺得比較累 辛苦 但是我覺得它是相扶相承的 當你能夠習慣 這樣的生活的時候 你可能國中 高中 你會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去追尋你想要的這樣 無論之後是否繼續打球 在球隊學習到的精神態度 一輩子受用 結束一天的學習和練習 未知的明天和未來 等著這群孩子們 自由揮灑 揮灑自由